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觉得这次你们出这张唱片 或者整个音乐计划 对乐迷来说是挺冲击的一件事 以往这么多年 大家在香港做音乐都惯了 派歌派歌派歌 派到这么上下就出碟了 甚至那只碟是有概念或没有概念 都是这样做法 但是这次你们是 用一个online的音乐会去包装这件事 推出来给大家听了 接着加一段时间再出你们的专辑 已经不再是单曲化地去听 而是你们很想大家是整张唱片去消化 你们说其实一开始已经是这样想 要用一个音乐会形式去包装这件事 先去推出给大家听 为什么你们今次走这一步 是否想颠覆更多的东西 又不敢说颠覆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白艳 而且真的很想试 我记得我们前几年都想说 我们做歌或者出歌的步伐 可能会有些转变 我记得这应该是两年前的事 我们已经有过 因为创作 我想不论不止音乐 我想电影 甚至每一个做艺术的人都好 会去到某一个层 可能之前我已经做过一堆作品 当你审视之前作品的时候 你会想有什么没做过呢 我们做了这一支唱片 我们这一支唱片 应该是第十章专緝 之前的专緝很多时候 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好像将单曲包装成一支唱片的时候 声音上的处理是有很分别的 因為它是從第一首歌到最後的歌 可能維持了最短可能一年 最長可能甚至兩年時間 好像《大山遊》一樣 你發覺它的一體性是 很多在我們平時自己會聽的音樂 例如我們聽Coldplay 《1-75》 《30 Second to Mars》這些 我們真的很仰慕的樂隊 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一個聲音 就是我一聽它一首歌 這首歌一定是那首歌的 我們很想去完成任性也好 還氣也好 或者嘗試一下自己的能力也好 我覺得是對音樂的執著 我認同你是顛覆的 不過我們在顛覆自己 因為我們沒有嘗試過這樣去 是愛街的任性 因為你一年都不會做任何的歌 不見了你們 甚至這首歌中的一些樂器的聲音 其實在某程度上 結他聲已經不再是結他聲 Bass 可能CK未必是彈出來的 是真的用一個琴按出來的 阿達可能已經不再是一首歌 都是打 會有中間有彈 是整首歌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處理自己的主唱部分 但這次是跟我們一部分一起去處理和音 還有這個音樂的一致性 我們都想借這個題目來帶出一個著眼點 就是這不是只說香港這個地方 而是全世界的人聽歌是很偏心歌詞的 這個很理解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訪問 我們都是用言語來解釋音樂 但是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分開文字的藝術作品 和音樂的藝術作品 其實是代表了音樂 其實音樂本身就是音樂的元素是很大的 有一本書叫《Art of Mixing》 它裡面提到好的音樂是有九大元素的 其實Lyric和Melody我們就當它是一一坨 它們都是佔兩個部分 所以我們如果經常聽主旋律和Lyric的話 我們在聽首歌的九分之二 拿不完它的靈魂 譬如我們在聽最簡單的一隊樂隊 我們四個人 大家去找回例如鼓比較容易聽到 鼓其實有時候在打一些 加速一點或者大力一點和勢力一點 其實已經在表達不同的感情 它也是語言的一部分 我相信大家如果 可能經歷這張專輯 我們這麼一致性地去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地去墮入這個世界裡面 有時候其實等於大家去看天能 導演介紹給大家 你其實不一定要明白我們那句話說什麼 你去感覺一下就可以 所以那句歌詞 你也不一定要很著眼地去吹一句歌詞 你整首歌閉上眼去感覺一下 還有我想再說多一點點 就是有些體會 製作這張專輯就是和以往製作單曲的分別 我先不論好壞 我們不要 不同的玩法 不同的玩法 但是譬如說我們自己製作 譬如說這次我們整個project是一張專輯 很完整地一次過給大家聽 和以往我們做單曲的時候 有一個分別就是 譬如說一首歌的起承轉合 我們可能做單曲的時候 就會很靠一首歌 因為我所有的目光都是注視著一首歌 所以我們好像是需要在一首歌裏面 去表達得很清楚的起承轉合 但是當我們做一張專輯 或者處理一張專輯 才給大家聽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其實有些歌是有權 或者是整個碟去看的起承轉合 嗯 所以其實有些歌是有權 是可以不用以往我們以前的編曲方法去做 我打個譬如說 可能是其中一首歌是Yes I do 可能如果我們以前的做法 就可能是 可能忍不住一開始就已經四個 Full Band 入 這樣了 因為它比較容易做起承轉合 但是在這支碟裏面 我們就是編曲的時候就發覺 咦 它在這支碟裏面的角色和定位是什麼 即它的需要是要帶到什麼fight給大家 這樣東西其實都幾… 即用這個方法去做音樂的時候 反而是多了靈感給我們 你自己四個去試 或者是click中一些的位是 咦 其實可以不用的 譬如現在你聽著Yes I do 就是一開始有一些Folkosynth做底 好像一個人海 很多不同的聲音 很多不同的人在你走過 在你耳朵邊走過 但是有一件東西是不動的 就是那個琴聲 可能那個琴聲就是代表你遇到對的人 這個就是我想每一段關係的開始 就是在人海裡面你遇到對的人 那樣東西永遠都不會動的 這個是我們在製作這張宣輯裡面 對於音樂的起承轉合 是一個新的體會 其實你們製作這張唱片的時候 我這樣想 是不是一早已經排好 track的次序 因為那段視頻就是你遇到對的 這個就是對的 所以那一刻就已經排好 再去想到音樂應該遇到電影牌 你剛才所說的 可能一輩子都這首歌 單曲還會有另一個做法 而你去到這個位置 就是你在這首歌 在唱片上 它應該是怎樣呈現 去到那個程度去怎樣 你先放下去 所以這次真的我們要聽這張唱片的時候 不是一首歌收出來聽 而是整隻碟慢慢去 loop 是的 兩種體會 因為這就生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一般如果我們以目標為本的話 成本後抑就是單曲MV 然後續手消化 然後最後給你一個專輯做一個總結 那好像大家的驚喜是在於 你到專輯的時候 會不會有其他新的歌 或者一些新的排法 或者新的中間結合的interlude之類的東西 但是我們這次就是 一早就好像看似是給了整個出奇彈的最核心 給你看了 你以為知道有個玩具 但是其實我們到了發佈單曲MV的時候 其實MV的加成是驚喜會再大一點 因為你已經聽了一首很熟悉的歌 如果你聽得多的話 你一早就已經 就算你不是花時間要看完整個YouTube Live 到12月中你已經可以整個唱片不停聽了 但是聽熟了之後MV再出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認為今次的MV我們再…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想將每一首歌都增加多點聯想力 是的 即是MV導演今次他們得到的東西 是有一個完整一點的Image 因為以前的MV導演又是吃虧的 只能夠聽一首歌 甚至那首歌都未完成了 是的 未完成已經想到這一點了 因為可能展示是未完全全片 就要預備定MV了 但是現在你已經知道其他歌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對於我們來說 就是為什麼不用單曲去做 這個就是對於我們來說是其中一種壞 是的 就是你要趕時間 很多事情都要 譬如說打一個例子就是 現在你看到用呼吸栽種 醉意美的花的MV 我們就找了我們的儀式好友 真的是 林Dee 她以前對Bang的Attention to Pissler 每次看到我就想回以前在PoWan出訴的日子 整件事很棒 當找她拍這個MV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只是給她聽 我們基本上是給她聽了 在專輯裏跟她有關聯的歌 例如說可能是Intelute You 第一首去CCXX3 235 我們是給她這個概念 才去想她MV裏面表達什麼 她在MV裏面其實都表達到 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事 又或者是有一些位置也很默契 很有默契就是 當她第一次接觸這首歌的時候 她在問我們 你是否想表達人類的渺小和自我的放大 我覺得是 當初寫的時候 可能未必能夠很清楚地用言語去形容出來 但是在第三者的口中 她得到這個感覺好像是 然後她就嘗試在MV裏面 就呈現一個很 一個很 surreal的世界 當你一開始你看到沙漠 然後男主角很小的 你真的要花一點點時間 你才看到她慢慢起來 其實她是預設了 這個男主角是一個新人類 世界已經是末日了 她已經假設了那個時間 透過這位新人類 這個男主角的視覺 去帶大家去看人類是怎樣走過來的 其中有一幕我覺得挺有感覺的 就是有很多人在按電話 然後新人類 就是男主角經過 可能他們覺得跟自己很不同 因為包括衣著 甚至乎是整個人的Fiber 跟自己都很不同 但是他們選擇的是馬上用電話去拍 我覺得好像現在的世界 是不是就是這樣 就是當跟自己不同的人的時候 我們選擇的不是理解 甚至乎是了解 而是我們好像有一個隔膜 這個是我解讀 可能導演的解讀有不同的 但是這一幕對於我來說是挺有心的體會 所以剛才你們就說 無論是由音樂到影像上 其實都是想給大家空間去想 去自己得到是甚麼就是甚麼 因為正如你剛才說 你看MV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有你的感受 但你都沒有問導演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玩 我們自己去聽 所以這張Everything is You 無論是你在聽的香港版本也好 你有機會找到國語版本回來聽 我們就是順著他去進入那個世界 去聽一次 去感受一下 其實Supperman在這張唱片裏面 想說些甚麼 我想其實想說的東西 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 只剩下你有多多心機去留意 或者去看一下 其實你們想說些甚麼 這張唱片我們就可以用心去聽一下 今天就在這裏 多謝Supperman說這麼多給大家聽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